原标题 成乐高速货车撞断天桥交通中断后方三车箱撞至五人死亡 11月21日17时48分 四川高速交警四支队通报称 11月21日凌晨成乐高速公路发生一起人员死亡交通事故 当日20时45分左右 成乐高速公路成都往月山方向94公里路段 梅山市清神县境内穿X15号重型货车与穿AW37 重型货车相撞造成横跨高速公路的水区天桥垮塌 导致双向交通中断车辆排行等候 25时分许 在市故现场后方约190米左右处 闪KB91重型货车与穿L5 小型轿车穿L752 重型货车先后碰撞造成小型轿车内五人死亡 两人当场死亡 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事发后 高速公路交警四支队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立即调集警力会同高速公路交通执法 成了高速公路公司以及煤山消防医疗急救等部门赶到现场组织失救和交通疏导 并在煤山收费站观音滩收费站双向进行远端分流 九时三十分许现场清澈完毕 成了高速公路双向交通逐步恢复正常 目前相关肇事驾驶人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责任编辑或预案